江爷爷居然会打中文字 直到看见江爷爷和吴凯奶爸微信交流内容 我才知道爷爷和奶爸有多么的认真负责 首先我们来看看爷爷给吴凯奶爸的备注 韩文翻译是福宝分面吴凯 再看爷爷跟奶爸的头像都是大熊猫 爷爷的是爱宝和小时候福宝睡觉的图片 吴凯奶爸的好像是如意 有点看不太清 奶爸和爷爷交流的时候还教爷爷如何拍摄 知道爷爷每天都很忙 让爷爷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了 爷爷说自己经常会跟吴凯奶爸请教问题 吴凯奶爸也会认真回复 让我们回顾一下奶爸和爷爷之前的佩服 从爱宝怀孕福宝出生 吴凯奶爸就被派往韩国进行技术指导 福宝出生并没有那么顺利 爱宝养水是在晚上九点就破了 但是福宝迟迟没有出生 中韩此时都陷入焦急的状态 好在九点三十九分福宝顺利产出 吴凯奶爸是第一个冲向产宝的 第一次生娃的爱宝有点不知所措 他想将福宝叼起 可是害怕咬痛福宝的爱宝 多次将福宝叼了起来又叼了下去 反反复复爱宝有点不耐烦了 怕福宝受到伤害的奶爸立马做出选择了 将福宝拿出来人工御载 等爱宝平静下来再将福宝还回去 爱宝再次见到福宝本能的母性彻底打开了 将福宝暴入怀中 韩国工作人员和专家组的心才彻底放下 宋爷爷在之后的采访中一直在感谢吴凯奶爸 如果不是吴凯老师沉舟稳重指挥者 爷爷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时候福宝还不会吃竹子和妈妈奶食 突然不排便了 给将爷爷饲养团队吓坏了 因为熊猫在120天后都会自己排便了 可是福宝迟迟没有排便 爷爷害怕福宝便秘 立马咨询了奶爸 好在饲养员解释到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熊猫成长很快 福宝将爱宝的乳汁完全吸收了 所以没有排便 在爷爷的精心照料下 福宝之后的排泄竟然比爸爸妈妈加起来还多 将爷爷还很自豪地告诉大家 导致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福宝是青团小公主 双胞胎出生我们的王奶爸也是在默默付出 将爷爷也用中文感谢了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专家的帮忙 吴凯奶爸也说了 将爷爷和他的饲养团队是真的爱大熊猫 从他们的眼神就看出来了 他们已经做到了用爱让动物闪闪发光 愿每个饲养员跟他们爱护的每一个生命 都可以幸福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